当然除了车辆本身的检查之外 其实如果车辆本身是进口 或者是台湾制造的国产 也是会有相对的影响 像现在进口车已经 几乎要占市场比例百分之五十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苏老板 是不是说在这个 整个中午车市场上面 属于国产车跟进口车 他们的二手架上面有一些差别吗 还是说日系车 甚至于欧系品牌 韩系品牌 这些是不是给稍微 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我个人认为 因为目前市场上比较竞争 所以说现在车子在改款的速度 也非常的快 像车总像日系车 韩系车 甚至像外汇车的引进 等于说现在消费者多了很多选择 尤其是像有些进口车的价位 甚至来到跟国产车的差距 已经相差不大了 对 所以说等于说 现在消费者很多选择 当然消费者一般买车的话 最担心的就是说 它的后市保值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不管买什么品牌车 不管买任何的进口车 最主要是品牌 做第一优先 对 越热门的品牌 它之后的相对的保值性 一定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车款车型 都影响到它的那个保值性 对 当然如果说 依日系车跟欧系车 比较起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依日系车 来讲的话会比较保值 会比较保值 对 那国产跟进口的话 国产比较保值吗 当然会比较保值 对 然后因为本身 像我们国内的国产车 大部分也都依日系车总为主 对 就是相对它日后维修 还有说它本身的设计上 比较适合台湾使用 所以说相对的话 国产车也来得比较保值一些 所以除了这个 是进口或国产的差别之外呢 还有一个通常我们在看车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我今天要卖车 我今天这台车原期 原厂原期都没有动过的 请问一下爱丽大 以这样来说的话 原厂原期真的会帮我的车加分吗 如果很新的车子 如果你是原期的话 多少会有加分呢 因为我们知道 以制造的过程来说 原期它的这个硬度 比后续再重喷漆的 这个硬度会来得高 那当然了 原期又可以证明一件什么事情 证明一件事情 这台车在路上跑 没有发生过所谓的交通意外事故 所以它才能够保持原期嘛 但是原期又有很大的一个重点 我们说很新的事 譬如说我的车子三年多了 我到现在也是原期 可是我前面的保感 有很多石头的小洞 那它不漂亮 所以看你介不介意这个事情 所以原期当然只能证明 就是说 这车没有交通意外事故 它可能是个加分体 可是如果说你买个五年八年 十年的中古车 它还是原期 基本上都不能看 就是回来都 多少有一些酒窝 刮伤 伤痕 它是原期没有错 所以你要看原期存在的时候 它的保持的一个状况是如何 我觉得这才是原期不原期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刚刚讨论到保值的问题 所以衍生出原期是不是是否保值 我觉得刚刚这个老板讲很好 基本上日系的车子一定是保值性 比欧系来得好 那台湾制造的又比进口车来得好 但是这中间是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另外一波 所谓的韩流韩国的这个品牌车 尤其现在韩国品牌车 它也有采用进口的方式来去做销售 这个是比欧洲车的保值性还要来得差 当然有的时候像我们会看待车总 以SUV来说现在SUV相对保值 像我们刚刚跟罗哥聊 这个它的这个X-Trail啦 它的这个CR-V都相对来得保值 那个是年代也有关系 年代也有关系 那时候开CR-V跟X-Trail的时候都是 这个休旅车刚刚起来的时候 尤其是CR-V那个是1999 对1999那个时候才刚引进来的时候 那台湾我开了三年还是卖个五六十万 超保值 那是非常夸张的价格 对 然后X-Trail我开了七年还卖四十几万 这真的很夸张 我那时候都觉得怎么会 而且还是车行看着 没办法就把我收走了 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是还是2.5的 顶级的刚刚出来就买 我做X-Trail 所以在那个时候 SUV是非常非常 刚刚开始串起来的那个时代 那当然在市场上竞争则少嘛 那时候对不对 也没有其他的几台车可以选 所以其实你会看 你要看它的二手行情 你说保不保值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维修起来怎么样 会不会很贵 所以进口车可能 车容易坏 对 进口车可能这部分就比较吃亏一点 对 毕竟零件一定比较贵 对 那国产车 维修的据点又多 好 然后如果你那个车子 口碑是好的 那它当然就会 像我们有很多的国产神车 那个中股价格硬的要死 对不对 有时候老板去收了那个车 搞不好还担心 会不会卖不出钱 反而不见得好卖你知道吗 对 这些等着 这要叫老板们来这个 好好的跟我们们比较一下 所以其实这因素很多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 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好好去 稍微做一下功课 对 那尤其是从这个销售方 或者是中股车行这部分 要给我们很多很这种深入 很专业的内容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认真的 拷问一下这样 好 当然其实刚刚罗哥有讲到说 他卖的这些车款 尤其是SUV的车型 它的二手架的上面 真的都非常的漂亮 可是其实影响二手架 尤其我们在卖车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关键点就是 比如说刚才爱达说 它每次都回原厂保养 都有原厂的记录 这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都 回原厂保养的话 有这样的记录 是不是也会为我们的二手架加分 我想这是必然会 但是其实就个资法来看 也不可能你随便去调都调得到 对不对 但是中股车商收车可以调吧 对 基本上也不行 也是不行的 除非你车主同意去调出来 这个是有个资法 但是如果是更 以前的话 以前车厂跟这个车厂 不见得有很好连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说你要有 这个原厂的维修记录 其实还不容易 有时候他们维修记录都根本自己 因为手写的 对对对 但是现在也已经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即便如此 你说电脑统统连线 这里也不是 譬如说我想要知道你的车怎么样 我难道可以跑去监理所 查你的车的维修状况 不行嘛 监理所它都不能把你的 真正的姓名公布出来 而且更何况是维修厂 维修厂是各个私人的企业 对 对不对 所以它不可能动不动就给你把个资 泄露出来 对 但是如果你去 你如果是我个人 譬如说我想要卖车 给苏老板 那我可以去把我的车调出来 就证实说你的车 对这是我个人的行为 对 对不对 我说OK 那麻烦把我过去的维修记录 大概给我一下列表 印表机印就出来 那我要卖车给他说 老板你看 我这个是不错的 都是原厂保养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 那我这个车应该还不错 可以出稍微高一点价格跟我买 这样子他也可能会 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他们的 认证的一个规则 对 对不对 那这个都内行人 那个车穿起来 什么重点地方看一看 他们也大概都有一定的程序 但是我加上了我的原厂记录 那这个就更证明了吧 就更加分 对不对 这种比这个 我为了省点机油钱 这个换机油的时候都是外面 然后比较中型的保养 才跑回原厂 这样子的话会 也许好一点 但是我跟艾辣的习惯都是 比较懒得管那么复杂的事情 时间到了就去原厂保养就对了 因为基本上你买了这个车 你相对的保养费 你真的是要花 那我们要问一下小安 就是刚刚罗哥讲的 就是原厂保养 跟我去外面副厂的保养 它之间对于这种二手价钱 上面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甚至于有些人啊 在卖车的时候就说 你看我这个改装 我前面大包后面大包 我甚至于排气款你看 都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我连里面我都改成什么 你看你贴好多钻石 你这价钱应该给我漂亮一点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我讲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是进国安车的 那我就以国安车为主 那国安车其实它改装的部分 我们有提到说车价的高跟低 会不会多跟少嘛 对不对 刚刚问是这样 那其实也是要看车型跟车况 那就是说如果一般年轻人的车款 你拿来改装稍微其实外观调整一下 再配备升级一下 其实对于我们车商 在买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也很喜欢 因为会非常好卖 对那如果你把那种举例说 育龙的体验拿来改 那就非常奇怪 因为卖的都是中年人 对卖的都是中年人 这就非常奇怪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以车款为主 像老板说的 其实对象也很重要 如果这个车子就是卖一般 中规中矩的上班族 然后你改的很像电子花车一样 那基本上那是完全大扣分的一个状况 可是如果这个车就是卖给一些年轻的 这个年轻人喜欢酷炫的 那这个车如果它有一些彩绘啦 有一些尾翼啦 反而对这个车是一个加分 但是因为这些的改装套件 并不是太贵 所以对于车架上面有太多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 我们刚刚提到原厂的改装 原厂的这个选配 比如说M Performance的套件 AMG的套件 这个maybe有一些加分 那或者是说你改装的是 知名品牌的 那种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排气管 或者是旅圈 很贵一个四个圈要二十万的那种圈 它多多少少会加一点点钱 一点点而已 但是加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定义出来就是说 你的改装到底是什么样程度的改装 你的改装是不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因为通常就有两个 有的人会说 因为你改装车子 所以你很爱车 你的车子相对顾得会比较好 但是也有些车子是改烂掉的 所以这个就必须 回归到原始的状态 还是要看车况 还是要看车况 对 所以其实车况很难判定 因为可能买方跟卖方 他们都有坚持己见说 这个车很好 然后可能卖方会觉得 买方会说 不对啊 你的车我觉得车况不是太好 所以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因此就衍生出来 现在有一个所谓的第三方的认证 那我们要问一下苏老板 如果今天我要卖车 或者是说今天要买车的时候 通常为了让这个车架呢 稍微再垫高一点点 我们都会用所谓的第三方认证 去认证说 这不是只有你跟我说嘛 是第三个比较公正的人在说的 那这样车架上面真的会 往上再拉抬一点点吗 我个人认为 除非是车主他自己要自受 不然的话 基本上我们车商的鉴定的形式 就是跟查定师 跟认证师第三方认证 一样的查定的内容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基本上反而你来联盟买车的话 我们有认证 相对消费者相对有一定的保障 甚至现在的认证单位有很多间 比如说像台湾的YES认证 日本的GO认证 德国来因检测 基本上大家的主要的检测内容 就是像车况是否有重大事故 有泡水 引擎基建是否正常 大部分的重点都是这方面 基本上消费者出会是他要自己自受 要不然的话其实卖给车商 我们鉴定完之后 我们还是会再重新做一次认证 对 因为认证它有一个期限性 它有一个期限性 所以说有可能说 一个月之后或者是两个月之后 上个月之后 每间的那个认证的期限不同 我们通常在买新车的时候 通常配备都要加钱嘛 加价上去选 可是如果在中古车来说呢 是不是有更多的配备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把你的这个价钱 稍微再往上拉抬一点 是的 其实配备的部分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在新车价的时候 它等级就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价格相对也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会变成说 消费者来买车是很主观 就变成说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喜欢 我有天双的 喜欢有银系统的 我喜欢棉钥匙系统的 甚至喜欢什么什么东西的 他就会特定选这个车型 那相对价格一定就会比较高 那如果比如说像什么车价 它会比较低 一般消费者比较不容易接受 比如说像台湾人 他就不喜欢布银 他喜欢皮银 那有布银的这种价格 在我们车上在回收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差 因为消费者不会去接受它 比较难接受也是不会不接受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配备 还是都可以被接受就对了 其实越使用的越会被接受 就是定速巡航啊 像这些东西 所以一般现在以台湾车来讲 大部分的车子都是来什么 你就是买什么 你也不能去选配 或者是这个订车 那当然现在很多 比较高端的一些进口车 有所谓的叫期货车 我现在订车的时候 还是勾选配备 我勾什么样的配备 他会来什么样的车 所以你买跟我一样的车 可是我们勾的配备不一样 我们买的价格也会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车商 还是照标准的一个这个售价 来去买 来去做采购 那像有一些车子 基本是两百万 可是你随便勾一勾 都是要两百五两百六十万起跳 但是算折价的时候 从两百万开始算起 因为你勾的配备 不一定是别人想要的 尤其是你勾的一些 特殊的内装 红内装 你自己很感激 但要卖的时候 要被人家扣钱 当然像小安刚刚讲说 比如说什么免钥匙系统 皮椅 天窗 这种所谓通俗性的舒适配备 基本上它是加分的 但是还存在一种 比较特别的情况 例如说有一些特定的车型 它标准就是没有那些配备 可是你买那个车子 不好意思 你一定得选 如果你不选 到时候是被扣分的 就比如说 如果你买了保时捷的车型 你没有加选它的跑车计时套件 当你要卖车的时候说 你没有跑车计时套件 911没有跑车计时套件 可是当初卖的时候 它标准配备是没有的 你一定要自己去加选 这些东西就是会 跟车架就息息相关 但是大部分一般的车辆 还是就以标准配备为主 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